可以看他这个题目 第1个 先做出年龄 不过这年龄前面有做过 所以我们大概复习一下 他的年龄是等于什么 等于datif 打一个datif 然后钱瓜糊 做什么呢 他前面的日期 豆点跟什么比呢 跟今天比 所以跟today 小瓜糊 比什么呢 豆点比一个y 他的年龄 OK那你就是把这个 年龄部分的话 把他 这边再输入y 打勾 OK就是 他的 年龄 豆点跟today 然后面的话记得用那个y 比年龄打勾 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他年龄 年龄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就血型 血型分析 那血型分析特别注意 如果是b型的话 那我希望把他的血型分析 带到 就是血型分析 带到这个血型分析这个栏位里面 那他的血型 如果我今天是 b型的话 那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类似像各位在 这个讲义里面看到的 就是一个星号 再加上什么呢 后面就是他的查询的 结果 查询结果里面的话呢 各位看到下方 有一个评价 所以充满感情的行动家 那分析的话呢 就是把他的那个 后面的 就是 这个这个个性 的结果 再把它 等于是带两个资料 查到b栏 把评价跟 分析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 血型分析的 这里面 第1个当然 他的除尘格 格子太小了 所以第1个 请各位 先把血型分析的 列高调整一下 所以请各位 先选取 第6列 再按SHIFT键 选取那个什么 第25列 然后把它列高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列高 把列高呢 稍微再调整成大概 100好了 输入100 把它列高稍微调高一些些 第1个 OK 不然的话那个 资料放不下 第2个的话呢 就是 查询查b栏 把什么查出来呢 把他的那个第2跟第3 分别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血型分析里面 不过查血型分析之前 我们希望呢 查到的结果 前面先给个星号 然后呢 有没有每个前面都加个星号 另外的话呢 在 这一个 后面呢 加上一个什么 换行 换行 那怎么换行 我想我们这个换行 最后再来做 第1个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如果要查出 他的血型 后面的这个资料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1个请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先到那个公式里面 名称管理员 这个地方 已经预先 帮各位在这边加个名称了 这个名称叫什么 血型 那这个血型 特别说以后 可以用名称来代替 我们之前都用选的 那未来你 如果说 经常使用的范围 我是建议 你可以用什么 用名称 来代替 那个范围 那个范围的话呢 记得 他对照的是哪一个范围 你点下面这边 他会告诉你 你对照的下面这个范围 所以 以后呢 你可以用名称来代替 那使用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一 游标先放在那个 这个 血型分析的第1个 就F6的储存格 2的话呢 我要一个星号 那星号怎么加 理论上我是建议你可以现在常用里面 跟这个 插入里面 跟这一样 里面会有一个 符号 我如果我先要装 加一个那个符号是星号的话 那你可以找一下 因为 每一个版本 可能还是会有 一点点不太一样 星号的话呢 我是 在那个 插入符号 符号里面呢 找一下星号 那星号的话呢 基本上 他的位置会在比较下面 往下找 我这个 或者是说 太过头了 往下一下 这边有个星号 有没有 因为每个同学的版本不尽相同 所以 可能找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2007好像更好找 好像会有个符号表 你符号表里面也有 那我是用2010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先把这个符号呢 按插入 放在哪里呢 放在旁边 那实际上有同学会误会说 这个是一个图吗 不是 它是一个文字 它是一个字元 实际上在这里也是一个文字哦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搬过来 按Ctrl C 复制一下 移到这边 先给它一个等号 等号等于什么呢 等于 双引号 把刚刚的星号贴上 因为其实 它是一个文字 OK 它也是一个文字哦 因为很多同学 会误误解 以为它是一个符号 它其实 在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当文字来看 AND 串接什么呢 串接它 从血型里面 查出什么呢 查出它的 这个 评价 那评价怎么查 第一个一样 就是 等于 这个星号 AND 后面呢 记得 插入一个 V多函数 因为我要去 这刚刚有用过 所以你下到清单里面 可以找到 V多函数呢 把它这个地方 点一下前面 为什么要点前面 因为前面有公式 你不要再插入函数 否则它可能会 把你前面的公式给 盖掉 习惯用这个前面的下拉清单 V多函数 那做什么呢 请你帮我查什么 Lookup Value 查B型 去哪边查呢 之前我们是 直接去 比如下面 这边有一个 对照表 可以用选的 另外一个方式 你可以按F3 那我刚刚有强调 就是说呢 你也可以把范围 变名称 那我们将来用什么 用 选取这个血型 来代替底下的范围 OK 这样也是OK的 而且呢 如果你经常使用的范围 我建议用名称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名称的话 一目了然 可阅读性比较高 然后再来的话 Colorindex 意思是说 你要查第几栏回来 那我要查的是 第一栏 是查血型 第二栏是评价 第三栏是分析 那我要查第二栏 所以你把2输入上去 比对方式的话 完全比对 输入0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出现什么 充满感情的行动家 那接下来后面的话呢 其实 你可以 不用重做了 你可以把刚刚的公式 把它怎么样呢 Ctrl C 移到后面 加一个M的符号 Ctrl V 把这个后面的公式的第2栏 改成第3栏 因为 刚刚是把那个评价带过来 现在要把第3栏带过来 所以 贴上之后 把这边改3 打勾 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那个 第3个 栏的资料带过来 但是因为呢 这个储存格怎么样 它没有换行 所以怎么样 你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是对齐方式呢 把它改成自动换列 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动换列的话 它不会折行 这会变成说 都在同一列 它不会 变成第2栏 所以特别重要 请你在哪里呢 按右键 储存格式里面呢 对齐方式 改成自动换列 这个必要 OK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你会发现这个资料 它就帮你显示 但是几个问题 第一个 字太大 改成10号字好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你会发现字缩小了 可是呢 在 第1个 评价 跟分析中间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第2个 帮我换到第2行去好了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换 换行呢 以前可能如果 是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Auto键加Enter 手动换行 可是问题呢 现在它不是一个资料 它是一个公式啊 那公式里面呢 要怎么样让它可以换行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手动换行的话 你可以 利用什么 因为之前 大概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来同学说 老师我想要换行怎么办 其实这里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 一个函数 它可以抓到什么 抓到你那个内码 内码里面的如果 如果在 Essale里面要换行的话 它内码是10 10的话呢 我记得是Return 它可以怎么样呢 让你强制 换行 可是呢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抓到内码 这边你可能会需要 用到一个函数 在 第2个 End这个地方 请你输入一个函数 我先在旁边练习 这边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在文字类 里面有个叫 CHAR 这个CHAR 这个CHAR的话是抓到 我们内码的字元 那如果说呢我今天呢 按确定啦 假设我今天那内码如果65的话 它是A啦 那这个是 签示了ASCII Code内码表 其中的话呢 其实 这个地方 比较精确的应该你可以在 网路上查一下 如果你用那个Google 查那个 内码或ASCII的话 其实它会查到的什么呢 查到那个它的内码的对照表 那其中的话呢 我把这个看一下网路 用这边网路 OK 里面的话你可以输入一个关键字 叫 ASCII 这个ASCII 实际上就是我们内码 内码表 那也就在美国他们刚开始设计 电脑的时候 主要 会有那个键盘的控制码 不过这个那你就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知道那个内码的控制表 那其中有一个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里面有个 搜寻结果里面有个图 你大概点其中一个就可以 那这个图里面 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 你可以看这个对照表 其中的话 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它的位置 是在 10的位置 有没有 10 它的 控制码是 New Line 意思就是换行的意思 那其他还有什么呢 其实最早他们设计的时候一定是相关的控制码 还有相关的符号 像那个0到9的话一定是48 到57 那如果我是英文大写是65 到 90 那小写的话这边97 到122 那我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10 所以我可以把 可以把那个CHAR 特别是这个 这个技巧你可以 放在那个我们内 这个第2个END 这个 第2个星号的前面这边跟END中间 打一个什么呢 CHAR 刮弧 跟他讲说 我要在这边输出什么呢 再输出一个 矿行 所以输入0 输入10 在这个地方呢 后刮弧 然后呢再END一下 OK 就是在这边串一个什么 CHAR 字远10 他会丢一个什么呢 换行的指令 在这个中间 然后呢 直接打勾一下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OK 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自动帮我换 不过我把这个对齐方式 改成靠组好了 OK 最后看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要的 在这里 之所以能够换行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串一个CHAR 10END 放在这里 特别注意喔 另外就是记得 我在这边呢 按右键 除了格式呢 把它改成 自动换列 还有字的话呢 大概改成10号字 就可以做出我要的结果 OK 自动换列 这里的话呢 最后呢 把它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子的话呢 每一个 血型的 评价 跟分析 就会通通带过来 最后这个信号 可以把它删掉 OK那请各位 试着把那个 综合练习 1 先完成 综合练习2的话 这一题的话 跟那个 名称定义 非常有关系 刚刚也用到名称定义 配合F3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全部 都是用那个 名称定义 做出来的 那请各位呢 如果做完 这个 综合练习